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首先,保守党正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 经济有所改善,但这些努力能否弥合党内分裂并重夺政权 每个保守党成员都应该有发言权 但急于进行另外一次领导选举是否明智 接下来,我们将揭示特朗普集会上的惊人枪击事件 并探讨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动机和准备工作 这起事件的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政治阴谋 最后,我们将对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进行严厉批判 四个候选人中,哪一个能真正领导美国? 我们的选择是骗子、老头、拉拉队长还是另一个骗子? 民主真的比这更好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保守党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 每个保守党成员都应该有发言权 卫报 演示是我用来描述保守党历史上最大选举失败后 情感过山车的词语 经济终于有所改善 财政责任也回归了 但这些都无关紧要 一个分裂、不守纪律并争夺不同一城的政党注定会失败 鉴于工党的巨大多数 加上向改革党的转变 我们现在进入了英国政治的新复杂篇章 工党执政的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守党接下来的行动 如果没有谦逊、专业精神和决心来明智的反思和战略性的重组 急于进行另一场领导选举可能会让我们在反对派中待上几个周期 我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让我们记住 工党在2019年是完全无法选举的 然而,他在一届议会内重新塑造自己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我们在接下来几周内的重组方式 可能决定我们是否能做到同样的事情 鉴于我们的困境很所需的修复规模 急于进行另一场领导选举是错误的决定 摊牌,我希望有一天能竞选领导职位 但我们伟大的政党必须愿意被领导 更根本的是,必须同意他现在代表什么 以及他在政治光谱中的畏惧 这样我们的下一任领导人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建设 使政党得以前进并重建与国家的信任 保守主义的哲学创始人埃德蒙·伯克 强调改革和更新的重要性 以保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在经历多年的政治动荡后 我们必须重申这些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的力量一直在于我们对国家的广泛吸引力 队伍内部的宽容和尊重 团结在机会、企业和责任的基本信念周围 超越我们的基础 瞄准工党刚刚占据的中间地带 那些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并从中右翼执政的领导人 以卓越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迪斯雷利、鲍德温、丘吉尔、麦克米伦 当然还有撒切尔 许多人感觉我们还没有结束 受伤了 是的 但充满了再战一天的能量 在我们的目标达成一致后 可以开始更详细地审查 对我们品牌状况、信息传递 在个年龄段和全国范围内吸引力下降 党员数量减少 以及当然我们的政策立场进行无情的批判 四年后 我们可能重返权利 英国的经济、安全、数字环境 以及与盟友和敌人的关系将大不相同 我们有时间来规划未来 121名保守党议员重返议会 而更多的人没有回来 这引发了谁最有动力进行这次诚实的事后检讨的问题 成功返回的议员 还是那些没有回来但仍有动力这样做的人 实际上 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努力 但上周三在卡尔顿俱乐部的聚会 揭示了一个不应忽视的罕见选后机会 所有失去席位的175名保守党议员 都被李希·苏纳克和新任党主席理查德·富勒邀请到大丘吉尔厅参加招待会 这远非一场丧礼 许多人感觉我们还没有结束 受伤了 是的 但充满了再战一天的能量 丘吉尔会赞同 因为他不止一次失去了席位 据说失败应该是你的老师 而不是你的掘墓人 这种丰富的议会和部长经验 受人尊敬的选区经验 加上集体在战的渴望必须充分利用 提拔这些人中的一位 如前高级党编阿曼达·米林为副党主席 并邀请其他人组成负责党内审查特定方面的团队 将确保吸取教训 并且不会浪费人才或与选区的联系 目前 没有人在听我们的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这件事 这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 托比亚斯·埃尔伍德 曾是伯恩茅斯东部的保守党议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保守党目前面临重建的兼具任务 每个成员都应该拥有发言权 保守党在最近的选举中 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 这主要归因于内部的分裂 缺乏纪律和不同议程的争夺 尽管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财政责任也得到了恢复 但这些并未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目前 工党在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多数席位 并且已经转变为改革党 保守党需要在接下来的行动中谨慎行事 避免急于进行另一场领导选举 这种急于求成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保守党 在反对派中停留多个选举周期 因此保守党需要谦逊 专业精神和决心来进行深刻反思和战略性重组 保守党的重建需要明确定位 确立代表什么 以及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 保守主义的哲学创始人埃德蒙博克 强调改革和更新的重要性 以保护共同价值观 保守党必须重申这些价值观 包括团结在机会 企业和责任的基本信念周围 瞄准工党目前占据的中间地带 保守党的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领导人 如迪斯雷利、鲍德温、丘吉尔、迈克米伦和撒切尔 他们都能够在中右翼的立场上 卓越地领导国家 现在的保守党需要吸取这些经验 重建与国家的信任 在选后的重组过程中 需要对品牌状况、信息传递、各年龄段 和全国范围内的吸引力下降 党员数量减少 以及政策立场进行无情的批判 这是一个共同的努力 需要所有保守党成员的参与 保守党目前的困境 需要更多的内部审查和反思 上周在卡尔顿俱乐部的聚会 揭示了一个不应忽视的罕见选后机会 所有失去席位的175名保守党议员 都被新任党主席的李希、苏纳克和理查德 付了邀请参加招待会 这次聚会显示了许多人 对未来的乐观和在战的能量 失败应该成为保守党的老师 而不是掘墓人 这些丰富的议会和部长经验 受人尊敬的选区经验 必须充分利用 提拔这些人中的一位 如阿曼达、米林卫副党主席 并邀请其他人 组成负责党内审查特定方面的团队 将确保吸取教训 并且不浪费人才 或与选区的联系 目前保守党需要正确处理这一局面 这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 托比亚斯、埃尔伍德 曾是伯恩茅斯东部的保守党议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保守党需要重建 这不应该是排除任何成员的过程 像埃德蒙·伯克这样的保守主义哲学家 早在几个世纪前 就强调了改革和更新的重要性 这些重建努力不仅是为了党的未来 更是为了英国的未来 2019年 工党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 但他们的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什么保守党不能呢 楚天书 你真以为所有保守党成员的意见 都应该被听取 你说得好像每个人 都有足够的智慧来拯救这个失败的政党 你提到的那些伟大的保守党领袖 比如丘吉尔和撒切尔 他们可不会让每个人都发表意见 要重建保守党 需要的是强而有力的领导 而不是一场无休无止的讨论会 哈哈 谢奇奇 难道你认为保守党是个独裁政党吗 历史告诉我们 真正强大的领导力来自于能够聆听和整合不同意见的能力 你知道 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可是听取了各种军事和政治建议 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如果保守党要重新赢得选民的心 那么他需要的是广泛的支持和参与 而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领导人 楚天书 你这么说简直像是在为一场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辩护 现实是 保守党需要一个可以带领他们出泥潭的英雄 而不是一大堆争论不休的群体 你提到的工党 他们可是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重建 而不是靠一堆人的意见 再说了 当年的丘吉尔如果听太多人的意见 恐怕我们现在说的语言都不是英语了 哈哈 谢琪琪 你的历史观真是让我笑掉大牙 你知道吗 伯克曾经说过 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议会 不是真正的议会 同样 一个没有广泛参与的政党 怎么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如果保守党只依赖于所谓的强人 那么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的分裂和内斗 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选民抛弃 楚天书 你的小布尔乔亚情怀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伯克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行不通 你想要的是一个民主的梦想国 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 工党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民主 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能够带领他们的人 保守党如果不学会这一点 就只能继续做反对派 等着下一次的伟大重建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保守党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 每个保守党成员都应该有发言权 哎呀 保守党这次真的是掩饰不住了呀 他们刚刚在选举中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 感觉就像是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 虽然经济似乎有了些改善 财政也开始变得负责任起来 但这些权都无足轻重了 一个内部分裂 不守纪律还各自争锋的政党 怎么能不失败呢 眼下 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英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愈加复杂 工党能掌握政权多久 主要看保守党接下来的表现 假如保守党没有谦虚之心 专业精神和决心 急于进行领导选举 只会让他们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多待几个周期 不过 历史上工党也曾在2019年完全无法选举 但他们在一届议会内重整旗鼓 现在又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所以 保守党也不是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 问题在于他们需要理智的反思 战略性的重组 而不是急于进行新的领导选举 最重要的是 保守党必须弄清楚自己现在代表什么立场 才能在未来站稳脚跟 保守党的路还很长 需要重新强调那些传统的价值观 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历史人物 迪斯雷利 鲍德温 丘吉尔 麦克米伦 还有撒切尔 他们都能在中右翼领导下 以卓越的方式治理国家 现在的保守党也需要这样的人来重建自己 而这次重建的过程 需要每一个保守党成员的参与和贡献 特朗普集会上的枪手当天早些时候 在展览场地上空飞行无人机 哇塞 这听起来像是一部好莱坞惊悚片 当前总统特朗普在宾系法尼亚州巴特勒附近的集会上 竟然有人试图暗杀他 这名枪手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还真是不简单 早在当天早些时候 他就在集会场地上空飞行无人机 进行了勘查 真是有辈而来啊 尽管克鲁克斯的动机尚不明确 但他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这次暗杀行动导致特朗普被子弹擦伤 前消防队长科里 康佩拉托不幸丧生 还有两名集会参加者重伤 这位年轻人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调查中显示 他在集会前已经进行了多达六次的勘查 并在网上搜索了大量与校园枪击事件相关的内容 克鲁克斯 携带了自制炸弹 防弹背心和大量弹药 显示出他对这次行动的执着 然而 调查人员尚未找到任何明确的政治动机 克鲁克斯的行为更像是大规模暴力行动 而非单纯的政治刺杀 二十岁的他生活在一个内向且反社会的家庭 工作频繁 兴趣广泛 但却选择了这么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可怜的美国选民 他们的领袖选择 民主真的比这更好吗 哦 美国的选民们 真是太可怜了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美国总统选举就要来临 选民们却只能在一个骗子 一个老头 一个啦啦队长和一个骗子之间做选择 感觉就像是一场低劣的现实秀 选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候选人 但事实却是 他们只能从这些次等品中挑选 首先来看看共和党的特朗普 这位78岁的老头 简直就是心理病态者的教科书范例 自恋 操纵性 不诚实 还表现出一些虚伪的特质 尽管他在共和党大会上展示了他一如既往的虚伪和恶毒 但这个连环性侵犯 假基督徒和想当独裁者的骗子 竟然还能说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 至于民主党的拜登 他也好不了多少 这位81岁的老人 坚信只有他能打败特朗普 但这只是自我妄想 最新的民调显示 多数选民对他的领导能力持怀疑态度 然而拜登的顽固坚持和一位间接生活的第一夫人 让民主党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成为了民主党的备胎 但他的支持率并不令人乐观 共和党也趁机对他进行了大量攻击 在一片混乱中 像加文 纽瑟姆 格雷琴 惠特默和皮特 不地及格这样的潜在候选人被抛了出来 但在民主党内部 谁能真正站出来领导 还是一个大问号 另一方面 特朗普选择了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参议员J.D.万斯 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这也增加了选举的不确定性 万斯是一个无耻的机会主义者 他的极端观点和煽动性言论 让人对美国2024年的选举充满了担忧 总之 这次选举真的是一场大乱斗 选民们加在这些不合格的候选人之间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喊 民主 真的比这更好吗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美国能否避免以泪水告终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